诶 冥冥最适合再骑摩托出去都一次疯了 我也没想到自己会忍不住看那么久 不是什么紧急任务 你还记得那首昨天我们找了好久都没找到的怀旧金曲吗 啊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不 不是说这个 当然 这包薯片也是意外之喜了 我说的是你刚才哼的那首歌 你知道叫什么吗 我找他找了好久了 这样啊 嗯 它是我回忆中非常重要的怀旧金曲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 也是去买汽水的时候 那天 你留校帮忙处理班务 我就一个人去体育场踢球 结束的时候去旁边的小卖部买汽水 当然啦 老规矩 你一瓶 我一瓶 小卖部的老板是位老爷爷 如果声音不忙 他就会躺在躺椅上放磁带 我去买汽水时 一进门就听到了这首歌 一听到这首歌立刻就想到了你 对 因为那首歌里有一句歌词 我真的非常喜欢 虽然现在时间久了 有点想不起歌词是什么了 但那种感觉 我一直都还记得 只可惜老爷爷的磁带 播放到一半卡带了 也找不到盒子 再加上磁带上没有标签 所以他也想不起来那首歌是什么 后来 我就没能再听到过 而且当时能查到歌曲信息的途径也很少 所以错过之后 就一直没能再找到 你看 这些是我花了整整两天的 时间从小卖部逃回来的旧磁带 全都是上世纪的金曲集集 刚才所说的歌曲 在其中的概率很大 所以我打算趁最近还有点空闲 把这些磁带全部修好 说不定就能把这首歌找出来 当然 确实也想顺便过过修复磁带的磷 嗯 按这个数量 要全部修复好 不仅时间会很长 工具和零件也有很大的缺口 不过我又觉得 就是修复这些磁带的过程 才和怀旧金曲更搭配 不是吗 我记得以前看到过一句话 过往的车马和时间都很慢 有些话语和歌曲甚至需要很久才能传达给一个人 修好了这些磁带 说不定我们就能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 去聆听一些旧时代的老话 只能把这些磁带过 自己的磁带过程 也不还会以前 不说 没有 这些磁带过程了 这些磁带过程 也不说 这些磁带过程 变谦的方法 不想的 这些磁带过程 也不想的 这些磁带过程 我们赶紧试试 唉 你想象一下 你对你的大脑说你要睡了 然后你的大脑提示你 可是哥还没找到哦 别说睡觉了 我几乎下意识就想睁眼坐起来继续找哥 唉 很可惜 完全没收获 我找到后来有点泄气 本来想着要不然去发个语音悬赏帖 直接提问 可想了想 我又觉得虽然自己修磁带 再慢慢找是会辛苦一点 但要在这个时候直接投降 多没意思啊 对哦 我差点忘了 之前我还收到消息说 中央商场开了好几家零件铺 正好去问问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 要不 现在就走吧 放开了好几家零件铺 哇 你们有的